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来带来我们的新的BMRX EVO 2.0的一个开箱 这一次我们上市的是有两个版本 大家看到这个包装盒的话 这现在是已经拿到两个版本在这里 这个包装盒上面有一个区分 我们的轻车架版本上面会有一个 Yosukani的金属避震的一个标识贴 这个就是轻车架版本 ARR版本的话这个是没有的 ARR版本的意思就是它里面已经带上了电子设备了 你只需要配个接收机和遥控器 还有电池就已经可以下地玩爽了 我们先来开箱这个空车架版本 给大家来看看 现在的话这里有一个封条 我们直接切开它 先映入眼帘的话 就是一本纸质版的说明书 一个彩色的一个说明书在这里 接着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Model 3的一个车壳 Model 3的一个透明车壳 这个是一个配件包 这个配件包里面的话 它里面包含了一颗舵机 还有一些拉杆 球头胶 公车架版本它是一个预组装版本 所以的话里面的球头胶拉杆 这些东西是需要你自己去装的 那么还有车壳柱 对引擎车壳柱也包含在内了 这里还有一个 刚刚没有给大家看到 金属避震 无数款里的这个金属避震都是在这里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车架 这个车架的话 现在是已经将后半部分 还有车头的表象组部分的话 已经装好了 摆壁也已经装了去了 到手都是需要去拧好拉杆 就基本上可以下地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空车架的一个版本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车壳带着的一个遮盖枝 还有一个车壳的贴纸 这个就是一个空车架版本 我们的ARR版本呢 它也是一打开的话 一本纸质的说明书 彩色说明书 还有一个已经烹会好的GDX的车壳 然后呢 就是电条的设定卡 还有一个小扳手 这里面有一个小工具在里面 再就是一台车子 这台车子已经完全组装好了 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已经装上去了 到手你只需要把接收机装上去 然后呼吸装上去 就已经可以下地去玩耍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开箱 也就到这里 给大家主要来去介绍了一下 两个版本车架里面包含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